請大家先看看這段影片 請大家看看這段影片 好了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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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拒絕了 你拋爛了一些東西 喂拋爛了一些東西 認低 這裡是 我是這裡的業主 你拋爛了一些東西 不需要你來 不需要你來 你不可以進入我們私人發揮 根據香港法例 232章 第50條是有權進來抓人的 我們回來看看 這裡就是 警方在9月7日晚 在大埔區 港鐵地鐵署行 拘捕行動時 鄰近的地鐵站的 阿富花園有十幾名街坊在這裡 罵警察 一直到凌晨2點 有防捕警察來到的時候 突然有人跑上來 有兩個警察衝進去阿富花園上樓 在樓梯追到二、三樓 還沒抓到人 然後 他這裡寫說 警員回到樓下奪門而出事 門票撞爛了 與警民口角 這裡我想跟大家說說 到底警察有沒有權 到底這樣進去私人地方 去拘捕犯人呢 剛才看到的 警察說了 根據警察的條例 第232章 第50節 警察是有權這麼做的 所以我們來看看 第232至第50章 這裏內容的地方 我會放在描述裡 我現在用的應該就是 中文版 如果有什麼 大家可能要參加英文版 但是我們用中文講 他說 在第三那裏 即是第五十條 第三部分 要講 於任何警務人員 有理由相信 任何須於逮捕的人 已進入或置身在某處 則居住在該處 或管理該處的人 在該警務人員提出合理要求是 須容許該警務人員自由進入該處 並於給予一切合理的便利 以便他在裏面守護 第四條 如未能根據第三款獲准進入該處 則任何人在根據首令行事的情況下 及在本可發出首令 但為免須於第二部人士有機會逃離警務人員 而未取得首令的情況下 該人進入該處及在內搜查 仍屬合法 該人如在妥為宣告其所具權能 目的及進入的要求之後 仍無其他方法獲准入內事 則他可以盡以該處而擊破任何地方 外部或內部的門或槍都是合法 不論該處的地方是否屬於逮捕人或其他人 根據這裏說 警察是因為要追捕大徒 而這個大徒有可能 如果需要真的拿首令去追捕 可以拿到首令 他便可以進入私人地方去追捕 如果他可以有及時通知到 那當然應該通知 但在追捕情況下通知不及 所以他不需要通知 可以直接有權進入去做 所以現在明確知道 這些居民的指責是不對的 警察是有權這樣做 至於賠償問題 你可以通過民事訴訟程序 要求政府賠償破壞的地方 但警察這樣進入去做 是絕對合法 大家不要搞錯 這個是香港法例來的 拜拜